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,它要你把這個多項是因此分解 我們看,這剛好是4的3次方 所以這個可以寫成4x的3次方 這個的話,可以寫成多長呢? 5的3次方 所以我們看,這可不可以馬上看 3a平方4x平方再乘以 有沒有一樣? 這會一樣,5是20,20再乘以4,32 剛好240 再加到3,4x,乘以5的平方 一不一樣? 5是20,20再乘以3515 剛好是300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? 就是a3次方減掉3a平方b 再加3ab平方減掉b3次方 所以這個是a-b的3次方 a是4x,b的話是5的3次方 所以答案是4x-5的3次方 所以答案是4x-5的3次方